腹骨沟善气如何治疗? 张义,西电集团医院,普通外科,副主任医师 临床上一般分为腹骨的直善和斜善 腹骨善的治疗这要分成人和儿童 一般儿童的腹骨善包括新生儿 一般小于两岁的腹骨善 一般早期就是保守治疗 随着生长发育 肌肉的增长或者周围组织的增强以后 这个腹骨善可能会治愈 如果大于两岁到十四岁未成年的 或者小于十八岁的 有人讲十八岁的这些腹骨善 一般小孩的善一般讲就是说 一般咱们做手术的话 一般讲说高位节眨 成人善以后这个做的话 我们就要做手术修补术 修补术有两种办法 一种是传统的有张力的善修补 还有无张力善修补 在无张力善修补中 我们有开刀的 还有微创的 微创里面叫浮腔镜善修补术 它这种修补 主要是加强这个缺顺 或者剥弱的环节 做的手术办法很多 手术效果 现在可能主要做的就是微创的 创伤小 医护快复发力机 专家提示 一 是传统的有张力的善修补 另一种是无张力善修补 这种是传统的善修补